趕快我們來關心天氣了 持續受到了西南風帶來比較暖濕的空氣 你可以看到其實最近台灣天氣的感受就是非常悶熱 而且很炎熱 有一點有水氣的感覺 濕熱的感受非常的難受 而且近期全台各地都在比誰的溫度比較高 今天全台各地的溫度通通占上了32度以上 而且今天最熱的地方不是中南部地區 居然是在北台灣還有台東 北北基都站上了35度以上的高溫 甚至不到中午12點 上午的10點50分 台北市的設子就已經出現了36度的高溫 今天全台最高溫在哪裡 西南風的背風側 也就是台東的泰馬里香出現了36.1度的高溫 告訴大家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這樣極端高溫 未來這一週到週末假期都要持續留意 溫度曲線帶您來關心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了 你可以看到每天的平均值通通在34 35度以上 局部地區都會出現36度以上極端高溫 未來這幾天溫度恐怕還會節節的攀升 而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天天都是 下一張圖我們來看到中南部地區明顯天天都在 31 32度以上平均值是這樣 局部地區還是會標迫33 34度以上的高溫 最近的天氣悶熱是悶熱 但是好處在哪裡 本週非常適合你洗衣服曬被子 因為各地都可以看到陽光 或許有觀眾朋友說會下雨啊 但是下雨的時段蠻集中 在中午過後的午後熱對流 唯獨我們要提醒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其實在夜晚清晨稍微比較容易出現一些短暫陣雨的出現 像是今天了 雷大衛星圖帶你來看到 你可以看到最主要西南風吹浮之下 再加上清晨這段時間其實陸地上有吹一點點陸風 也就是陸地吹往海洋的陸風 一符合影響之下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明顯的回坡對流 海面上深沉起來之後 順著整個西南風的風場就會從沿岸被帶往陸地 所以在最近清晨六點鐘到八點鐘 也就是大家上班時間的這段時間點 南台灣都會迎來一波的降雨 不只是今天 明天開始到週末假期 南台灣的觀眾朋友還是要留意不定時 會出現這樣的短暫陣雨 定要這樣水預測圖帶你來看到 你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地區要留意短暫陣雨的出現 至於白天就是各地山區的部分 要留意中午過後或容易變天 姐姐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你 北部地區明天非常非常地熱 32到35度 降暑針對台北新北發布了高溫燈號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要留意 山區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南台灣的部分明天白天高溫 31到32度以上 一整天容易有短暫陣雨 東半部地區尤其是台東要留意 凡風的出現 雷澳地區的觀眾朋友 特別提醒您要留意強震風 還有農霧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跡象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讓幫我們走 certain 你看這裡 你拿到一櫃子 一起去 你拿到射擊 趁機